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比特币阿力的频道 那咱们今天视频来聊一下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比特币先获ETF基金 尤其是贝莱德 这两天是拼命在买入 那到底这个市场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个后市 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咱们要从这个过去的一些指标上来看一看 那尤其是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些事情 那我今天是只讲客观事实 至于这个后市怎么走 咱们不判断了 因为我每一次发表这个言论 那评论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就是嘲笑的也好 还怎么也好 那么咱们今天 从今天开始咱们也不晒单了 那么也不去发表这个结论了 那我只是来讲一个客观的事实 然后剩下的事情 那你做这个自己去做一个判断 那后面是涨还是跌 怎么着 好那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做一个免责声明 本期视频追求个人观点分享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那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的话 请千万不要轻易的投资 如果说你要快速学习 并且在加密货币里面开始赚钱的话 那可以考虑加入我的会员群 那会员群的加入链接 在这个评论区 在这个描述区 找到我的电报群 找到群主本人 只能认群主本人 那B站的小伙伴们可以发私信来询问一下 OK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比特币现货ETF基金的净流入了3.65亿美元的资金 那其中的贝莱德是流入了9338万 那ARK基金是流入了1.13亿美元 那咱们来看一下 其实看贝莱德的话 那还有一个 这Coin Glass上面 那你会看到更详细的净流流出的资金 每一天的上面都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是净流入1.87亿美元 是不是1.87亿 好像不对 Rbit 好像不太 他这个1.87亿是净流入的 Anyway 反正这个有一点点的出入 我不知道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 我是受一个另外一个博主 这个大家可以叫他画师 这个推特上的一个博主 那受他的一个启发 那么我自己也去做了一下研究 那接下来这个图 这个是Trading Wheel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是什么意思 这个指标就是期货的CME 也就是芝加哥的期货交易委员会的 比特币的期货的及时的价格 减去Coin Base比特币的现货的一个价格 然后得到一个差价 那这个差价 我们现在来看 那目前这个差价 它跌到了400 跌到了400 那今天上午的时候 今天上午的时候 它已经达到了最高值是610美元 那有这个差价 他们能做什么呢 那别人说呢 我看了一下很多人的观点是 这个可以进行套利 期货和现货之间进行套利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的话 我认为呢 他们有可能呢 是从这个期货交易委员会里面去 借这个币 然后去做空它 去卖掉它 然后呢 再从这个Coin Base里面呢 去买这个现货 因为这有这个差价吧 那差价最开始的时候有610美元 一个比特币有610美元的差价 那如果说他们量大的话 那比如说他们买了好几亿美元的这个比特币 然后这个差价也是赚了很多的 那每一次啊 每一次它这个有这个差价的时候 我是统计到从本轮牛市啊 基本上是最高点3月13号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差价前面 如果说这个差价开始往下下降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是0啊 那它是取向于归零的 也就是期货和现货 它到这个交割的时候 它这个东西呢 它就会取向于归零啊 那正好呢 我在这里面呢 也看 也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期货呢 是今天刚刚开盘的一个期货 所以说每一次啊 每一次等这个期货 刚刚开盘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 这一次期货开盘的是10月份交割 那这个期货的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差价就特别大 然后我们可以追溯的 往前追溯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呀 我大概统计了12345678次啊 那这8次呢 呃 每一次高点的时候 高点之后开始往下下降 因为这个快临近交割的时候 期货和现货的价格呢 就趋于相等了 就是0 差价是0 然后这8次 为什么要统计这个数据呢 我们看一下啊 3月13号啊 3月31号 4月26号 6月2号 然后6月24号和7月29号 7月29号 大家应该是印象很深刻的 呃 当时比特币冲破了7万 然后8月28号 以及9月26号 也就是今天 那么我们对应比特币的价格啊 那这个地方我也标记上了啊 也是啊 这个地方好像少标记了一次 呃 应该是8次啊 那么第一次啊 第一次 我们把这个地方放大一点啊 那么 比特币 在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啊 啊 而且呢 它是有一个 它是我们现在看的所有的都是4个小时图啊 都是有阳线 然后呢 开始下跌 呃 这是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呢 第二次呢 它不是在这个阶段性的最高点 但是呢 也是在这个阳线上面啊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开始往下下一轮的下跌 呃 应该我少统计了 应该一个五月份的这一块 没有统计啊 好 那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6月2号啊 6月2号 6月2号 它这个呃 没有 马上下跌 但是呢 它往上上涨之后啊 也有一个往下的一个趋势 然后呢 这一次呢 是6月24号啊 也是往上涨了几天之后啊 呃 不是几天 涨了好几天啊 涨了好几天之后 继续往下下跌 然后最明显的一次呢 就是7月29号的这一次啊 7月29号的这一次是呃 往下栽的是蛮猛的 那我们等一下来 再回过头来看7月29号的这个差值呢 是比较大的是901 901 然后最高的一次呢 是3月31号的时候是1035啊 我们还再回去对应一下 那3月31号应该是在 3月31号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3月31号 OK啊 这个地方是3月31号 3月31号这一次也是往下栽了一下 好 那 那咱们回到这个8月28号呢 之后 它也是往下栽了一点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 哎 正好呢 咱们这个看一下比特币的价格呢 正好是创了一个 也是阶段性的一个高点 那今天的最高价格是65839 那目前价格是65426啊 那四个小时图依然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 我们看呀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呢 有跟这个7月29号的这一次特别像啊 这是7月29号的那一次 那四个小时图也是一个多头的一个形态 但是呢 走到这之后 莫名其妙就往下下栽 然后到这个 呃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多头的一个形态 但是呢 到这之后 莫名其妙往下下栽 呃 每一次都 啊 这一次不是啊 这一次是一个下下下跌的一个中继 呃 然后这一次也是往上上升的一个一个好的一个趋势 然后莫名其妙往下下栽 那么 讲到这里呢 我我猜你们应该能明白 我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样子的观点 但是呢 哎 我就不说出这个结论了 那么大家呢 来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啊 那目前来看这个 这个差价呢 是继续持续的往下下降 那 那你可能会问 那有没有一个特例的时候啊 那特例的时候就是在这 这个地方应该是他期货 新的一个期货开盘 但是呢 他没有往下下 剧烈的下探 那么这个是3月2月21号 然后呢 横盘到了3月13号 那这是唯一的一次横盘 然后呢 我们这次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横盘 然后呢 再往下下跌到零呢 那我也不知道啊 呃 那总之呢 我是想要跟大家表述一下啊 那这个 其实观点的已经很明显了啊 那我就是不把它说出来而已 那目前的这个观点 呃 也是跟我昨天啊 以及前前天的这个视频呢 也都是一脉相成的 呃 那希望呢 这个视频的分析呢 能跟大家有一点点的 这个帮助和启发 那我会在我这个推特上面 也会把这个整理成文字的版本 然后把它表示出来 OK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 所有那儿了 我们明下期节目再见啊 拜拜